今天同转回台湾12年国教国中会考争议不断 教育部长蒋伟宁今天到行政院报告之后 表示会扛下责任并且检讨会考制度 8月1号以前就会有结果 行政长将一话也指示教育部要设立一个专线 提供清楚的资讯 安抚学生跟家长的情绪 12年国教免制入学引发外界批评声让 教育部长蒋伟宁成为众矢之地 他表示愿意扛下所有责任 原来的设计跟最后发生的情况确实是有一些落差了 责任到我这里啦 所有相关的责任的检讨我刚刚也讲了 必须在我们至少完成了这个今年的所有相关的事情 最关键的就是一免现在要进一步放榜 特招要做二免让学生都能就定位 这是我比较关键 没说要不要下台 姜伟宁强调政策施行过程谁该负责一定会积极检讨 目前遇到的问题都正在检讨改进 为明年会考做准备 8月前就会有结果 104年的入学我们也基本上要在8月1号以前 基本要做出决定嘛 我们持续的积极的邀各个各个县市政府 局处教育局势长一起都在做讨论 那这个事情是会持续的持续做进行 不过会考也让学生家长焦虑不安 行政院长江仪化也指示教育部进行安抚 请教育部设置专线电话提供咨询 并会同各学区的所有学校 做好资讯提供及情绪安抚的工作 江仪化还要求教育部持续透过各种管道 宣导12年国教理念 但是政策引起争议咨询专线有没有用 恐怕还要打上大问号 郁电TV张筹敏志刚台北报导